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现在有多少华人在美国 这个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话题 我们看到数字也众说纷纭,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新卫名律所最近根据美国的官方数字 做了一些相应的分析和统计 那么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调查报告 截止到最近2022年这方面的数字是530多万华人 我们知道美国每10年有一次人口普查 为了相应调整选区 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是2020年的 在人口普查中间每年它还有抽样调查 这里面又分成每一年一次的和每五年一次 每五年一次的抽样调查相对来说比较细致 相对数据也更全面更准确一些 所以根据美国政府在最近2022年的统计调查 在全美国我们看到有530多万华人 那么这个数字包括什么又不包括什么呢 包括出生在美国的华裔所谓ABC 然后呢也包括从境外比如说移民到美国 然后加入美国籍的美籍华人 持有绿卡的在美国的华侨 还包括用学生签证在美国的留学生 以及用各类工作签证在美国生活工作的这些专业人士 还有家属 这里面呢不包括来自台湾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所以总体来说呢有530多万人 那这个数字呢你要动态的看 现在这是2022年的数字 那在若干年前有多少人呢 2015年2015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2016年有一个巴西的礼约的奥运会 对吧 你想一想好像从自己想起来 好像2015年距离现在也不是那么远 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 对于年轻人可能觉得每一年都有重大的变化 那么就在2015年到2022年中间一共只有7年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里呢 在美国的华人的人口数量就从440多万增长到了530多万 所以呢一直是在稳步的增长的 7年里就增加了将近100万的人口 即使在新冠疫情COVID-19Pandemic期间 这个增长趋势也一直没有变化 应该说是增长的比较快 那整个在美国的亚裔人口有多少呢 同样根据美国政府的调查统计 有大约2500万人 最多的是来自中国 其次呢是印度 然后呢有菲律宾 越南 韩国 还有日本 这个是亚裔人口的数字 那530多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美国原来独立的时候 Funding Fathers 独立战争等等 当时涌现了很多的伟人 华盛顿 杰斐逊 麦迪逊 这个亚当斯 汉密尔顿等等 1790年 美国人口统计 全国只有400万人 还不到现在的这个华裔的人口数量 那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经常有人耳熟能详 拿出来教育大家 说二战期间 在美国的日本裔 他们被关到集中营里了 怎样怎样 那么一共影响到了多少人呢 我们知道当时日本裔的人很多是在夏威夷的 因为比例很高 美洲大陆上的日本人呢 一共受到影响的有10万人左右 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华人有500多万人 所以呢 不光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吧 哪怕是从后勤现实的角度 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华人有更多的数量 应该也有更大的政治力量 当然这个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那我们新闻名律所呢 从过去到这个成立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5年的历史 我们也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华人 取得了各式各样的美国移民绿卡 入籍签证的批准 好那这里讲到的呢 是当前的状况 那么展望未来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那美国呢 在过去二十来年里呢 人口从2.8亿左右增长到了 现在有3.3亿人增长了 有将近15%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美国呢 因为吸收了大量的移民 所以呢 人口还在继续增长 那么有的人说 哎呀 美国要是人口在增长 会不会就影响到经济啊 影响到社会啊 有那么多的资源吗 那么在这里呢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数字的分析 那首先呢 美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州 有什么呢 我们大家知道 有加州 有纽约州等等 加州是亚裔比例最高的州之一 有15%的亚裔人口 纽约州有将近10%的亚裔人口 当然这些州也有其他的啊 所谓少数民族的人口 并没有影响到经济 实际上呢 对经济有更多的促进 说到资源呢 那比如说一个对比比较 我们律所啊 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 这个Fairfax县啊 Fairfax County Fairfax County呢 经济和教育比较发达 大概和我从小时候成长的 北京市海淀区啊 有接近的地方 但是呢 它的面积呢 有海淀区的两三倍 而人口呢 只有海淀区的三四分之一 所以呢 人口的密度啊 这个只有北京市海淀区的 十分之一多一点 那我们律所所在的位置呢 它这个在华盛顿的Beltway以内 这个也大概是对应于 北京的五环路 从长短 以及围起来的面积都差不多 但是呢 住在Beltway里面的人口 只有北京五环路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我们在周围还可以看到很多有森林 各种动物啊等等 那从这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那么实际上过去若干年里 美国的失业率相应的比较低 源源不断的移民呢 也帮助美国保持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全世界呢 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在这个基础上 能够搞到人均的这个GDP收入 也都在全世界的前列 这个还是比较不容易的 然后呢 也保持了美国的强大的国力 有的人说怎么样才能够让美国保持伟大 继续伟大啊 那么作为移民律师 当然我们给出的答案呢 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开放啊 吸纳更多的移民 就可以达到这一点 现在呢 美国政府预计再过说30年啊 或者差不多的时间 美国的人口有可能能够达到4亿 作为移民行业的从业人员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一天能够更早的到来 作为华人 我也希望呢 在美国有更多的华人移民 在美国有更多的华裔人口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在美国有多少中国人啊 多少华人 以及相应的这个分析和趋势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